西域區街頭所有人瘋狂推擠 你推我我推你擠得水泄不通 原來是因為人潮中央 有人將大把千元超大肆噴灑 看到免費千元超 所有人跟瘋了一樣拼命往前衝刺 上個月網紅那個R哥 在西域區夜店外發起撒錢活動 吸引將近3000人到場瘋搶 差點量成推擠以外 彷彿離太遠翻版 在西域區 引起騷動的還有他 上個月十六號 雖然左漢經紀人背著火槍爬爬燥 還試圖拿起來展示 網紅為了博生亮不擇手段 卻忽略眼前造成的危害 儘管人潮已經擠爆 一旦有了網紅加入 場面就更加不可收拾 R哥撒錢差點釀成台版離太院 不過事後輕鬆全身而退 法界分析這和現行法規 脫不了關係 在行政處罰的部分 如果被認為是意圖滋事 而在公共場所任意聚眾 妨害公共秩序 而被命令解散又不解散的話 會違反社違法的規定 可處三日以下的拘役 或一萬八千元以下的罰還 這個部分責任較輕 嚇阻作用也較弱 法規根不上網紅影響力 也連帶造成警方難以取締 那後續收拾善後的都是我們警察 尤其他們活動都會挑選 人多的公共場所 那引起騷動不說 還會影響交通 那最後要追究法則 往往都找不到適當的法條來處罰 那如果你勉強移送 最後也是不起訴 把公共安全當兒戲 網紅為了流量變現 不惜使出 渾身解數 就連公共衛生也堪憂 與其怕網紅鬧事 回歸源頭 更怕粉絲盲從 三線王晨有淘 推報導